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紧吗 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老师们啦 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涂雷涂老师 欢迎她 著名作家陆启路老师 欢迎她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马丁马老师 欢迎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明星夫妇是 卓琳梦威夫妇 欢迎她们 几位老师要帮助三对恋人 解决他们爱情道路上的一些小难题 今天的第一对恋人朋友 碰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我跟我男朋友吧 在一起五六年了 之前感情一直挺好 我也挺喜欢她的 去年有个事情搞得我心里很不爽 她这个事情我觉得突碰到我的底线问题了 我瞒着她去医院做了一次整形手术 就自从那次整形手术之后 她就对我挺冷淡的 她不但我们觉得自己错了 反而觉得我不理解她 自从我做了这个手术 每次照镜子我特别有自信 今年嘛 说自己不够完美 收支就要去什么 抽支 磨骨吧 但是我听到我就真的觉得她是在发神经 如果她继续这样封下去的话 我们只会封手 整形让你上瘾 但是却让我们的感情出了交了 我们老师能帮助到这对恋人吗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任公小陈30岁来自湖南 他的职业是酒吧老板 女主任公司司26岁也是来自湖南 他的职业是艺人统统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 主持人好 好好好好 整形了是吧 像我们艺术院校的孩子啊 大家本来竞争也很大嘛 就是说偷偷去拉个眼角啊 打个针 真的不是新闻 而我呢正好是参加了一个 整形医院的代言活动 我去那个参加比赛 然后我拿到了第一名 人静皆知了之后 才导致让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男朋友 都非常不理解我的这个行为 方便告诉我们都在哪些部位动刀了吗 双眼皮的切开 还有一个鼻头调整 最主要的我代言活动是一个 一个德国的新技术 名字叫风胸大使 就是胸部整形 对 就接受不了是吧 对 其实我本来不是想来参加这个节目的 因为我跟思思已经分了一年多了 但是我跟思思的妈妈还是一直保持联络 最近她妈妈打了个电话给我 她说思思又要去整 怎么劝还是要去整 希望我能帮忙她 再说这一年来我对思思的感情 其实也有所保留的 如果她肯定快一点 别那么任性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还打算再整吗 是啊 因为我自从那个手术恢复之后 对我的就是专业 还对我的生活 就包括我平时生活中穿衣服 还是我的工作中 都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有什么改变呢 我自己穿衣服都有自信了呀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漂亮了 为什么还要去整呢 我就一直弄不明白 整形就跟我们念专业一样的 你以为整形是美容吗 也是对我自我的一种投资 你以为自己身上不会痛吗 我会痛啊 我痛的时候 你们也没关系我痛 现在我做完了 你们说我痛了 你有清楚告诉我吗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没有 我告诉你 你们会肯吗 因为他的相片 在我们本地的公交车上 都有做宣传 是我的朋友 他来告诉我的 你跟我吵 不是因为我去整容 而是因为 我上了公交站牌 让你觉得很没面子 大家都来质问你 所以你才跟我生气 你说白了 你还是在爱你自己的面子 爱你自己更多一些 你不是爱我 你了解过我的感受吗 我为什么不爱你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去整容吗 你觉得你的身体不要紧吗 你知道整容有多少负作用吗 你有没有看过网站 什么负作用啊 我现在不挺好站在这吗 听我说 不知道大家也没有了解 晚上也要粉红宝宝的整容女孩子 整了两百多次吧 你别把粉红宝宝那种人 跟我摆在一个台面上说行吗 好好好 粉红宝宝他在一些不正规 或者是不好的医院整形 而我的不一样 我是在正规的 最好的医生从德国飞过来 用最好的技术 最好的产品给我做 所以我现在才好好地站在这儿 你觉得自己在整容前和整容后 有很大的变化吗 最大的变化其实不在外貌上 而在于心底 下一步你准备再折腾哪儿啊 根据那个面部的黄金比例 人的纯中线 应该在两颊的正中间 而我有一点偏 所以我想去调整一下 我两颊的那个幅度 就是传统说的摩骨摩塞 听着有点渗的话啊 他们说准备了整容前和整容后的 有一个照片的对比 我看看这个整容到底有多大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整形之前 是小眼睛的 整形之后多好看 这是我整形前的艺术照 和整形后的那个代言照片 我在五官的轮廓上面 还有胸部的轮廓上面 是很大的改变 你看他一说到整容就没一杯事物 就这么兴奋 一个常人正常的思维 为什么老想着去整容对不对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很OK了 这对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是一个好的事情啊 它没有不好 为什么你不能理解我呢 你现在要去大整的话 你的金钱从他里来 就算我整形花很多钱 可是对自己也是一种投资 恢复以后 会让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有更大的平台 为什么你不能支持我一下呢 而且你只会跟我吵 只会跟我说分手 你有没有考虑下我的感受 我相信在下的每个男朋友 都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去整 如果赞成我说话的 给点掌声好吗 谢谢 那我问一下台下有不喜欢美女的牛吗 我喜欢天然美女 不喜欢人造美女 不是人造美女啊 我只是微调啊 而且女人的美不仅仅是外在的 对啊 还有内在的 还有你怎么 因为外在的美太容易碎了 而内在的美才是持续一生的 对啊 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一个感受 你是学艺术的是吧 对 你有什么才艺上可以让我们欣赏一下的 很久没练了 要不给他这样跳一段舞吧 好好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马丁老师觉得这舞蹈怎么样啊 客观点说啊 跳的舞怎么样 因为我封城手术之后大概康复了三到四个月 然后期间就会吃很多的补品 就是比之前就会胖了一圈 所以我下一步的整形 还包括抽纸和塑形 妈妈那么照顾你 你现在还撒你妈妈的心 你都跟他分手一年了 干嘛还这么关切 他呀小伙 因为我一直在关注他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如果他下一步不整了 你会重新考量是吗 对啊 其实我觉得你不是在乎我的身体 不是在乎我整不整形 而是在乎我整形之后 上了广告 上了公交站牌 让很多人知道了你女朋友的事情 让你很没面子 所以你才跟我说分手 要面子我觉得没有不好的地方 因为我带着一个整形的女朋友出去 我觉得我的压力会很大 你说出实话了 你带着一个整形的女朋友 对你带着一个整形的女朋友 觉得压力很大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做完那个整形手术 我有两三个月的康复期 我躺在病床上 我不能动 没有人来照顾我 我有多疼 那是因为你没告诉我们 我告诉你们又怎么样呢 你们绝对不会支持我 我不会让你去尝试这个痛苦啊 是啊 为什么你们不能支持我一下呢 你问你妈妈能支持你吗 如果你妈妈的同意的话 我愿意同意啊 好 思思的母亲今天也来了是吧 我们有请思思的母亲 来有请 阿姨 未来的丈母娘 特别喜欢那小伙子是吧 是 你也反对女儿整容 肯定的 这个 你觉得她整前和整后 哪个更好看 我觉得以前好看一点 妈妈 我也是觉得以前好看一些 好 有句话就说得好嘛 自然就是美 祝母亲的 都会认为自己的女儿是最漂亮的 好 何况咱们叫思思 你让大家看 愣她的身材 个子和长相 没哪个地方差 但是她就是要瞎折腾 这怎么能叫瞎折腾呢 你不觉得吗 你从开始她整容的时候 都没跟我们说 我就特别的反感 没必要去整容 你不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丑 或者是哪个地方 有个疤 去直下皮 我都可以理解 你那么漂亮 你要整干嘛 完了以后我就跟她讲 我说 整位还是不太好 我说你还是去把那些义务 把它取出来吧 我说我带你去香港 或者说去国外 找最好的医生 你看你把田中物 取出来 对 真的太不懂事了 我觉得 我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医院 说赵老师 我有办法跟我比划 给你去了 你会更帅的 我一听就吓跑了 这是我对这个的感受和理解 我先摆明我的态度 这样好 我们对话更平等 好 我的问题是 在你进行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你害怕吗 怕 我在手术的前一个礼拜 我没睡着过 后来是什么导致你 走进了手术室 如果我可以因此 上杂志的封面 然后因此可以 有一个宣传自己的机会 这个时候 你们有没有解读到 她的内心 害怕 想出名 实际她是犹豫不决的 现在你回答我的问题 是什么让你 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挣扎 那个时候 痛到每一个神经里的东西 忘记了亲情和爱情 非要坚持 做下一步的整容计划 我觉得人在经过了茫然 无助和那段最痛苦的时期之后 人会突然变得很勇敢 就是勇敢到 接信自己是对的 好 那接下来 你说你男朋友 阻止你 你说的是 因为他自私 那你母亲对你的反对 你怎么去解读 她说的是她爱我 她看不得我受苦 可是母亲 我请你理解我 因为从小到大 你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也在忙着做生意 从小到大做什么决定 都由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 如果你从小给我的爱是真的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尊重我的选择 你其实真的是拿爱这个词来要挟 你要挟你的母亲 对 你在她的伤口上撒盐 她的工作是为了谁 是为她自己的享乐吗 这个时候你就给她冠上了一个罪名 因为你从小不关心我 你现在有什么权利来管我 你还我自由 如果你是真爱我 她从小就没有管我 你觉得你疼到每一个神经的时候 谁会疼 我没有把那个资料给你们看 是你们自己要去翻来看 你们看来干嘛呢 我自己都不堪回首 还有两个人 妈妈要是不关心你 我去看干嘛 你说我要不关心你的话 我去看 咋类玩意要看嘛 你要关心我的话 你当年就不该去香港 这是你的想法 是 你的名字叫思思 思念的思 还是自私的思 思念的思 不是思念的思 不是自私的思话 有自私吗 想过以后要做母亲吗 想过 怎么跟女儿说这一段 如果我以后要结婚生孩子 我女儿和老公应该会理解我 是是 我告诉你 小陈不在乎你 他管你干嘛 那是你认为的好 妈妈不在乎你管你干嘛 那是你们认为的好 好吧 妈妈的急切 小陈的无奈 我们都看到了 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五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个女孩 她说人家公司给我请的是最专业的 德国的等等等等 但是姑娘 什么东西都有万一 美国那个著名歌星杰克逊 好像是也整过容 是吧 这么著名的人士 好像似乎也是有很多地方整坏的 是不是姑娘 我不反对你 简单地整一整 爱美之心 因为女孩子 我承认 你妈妈也理解 你男朋友也理解 但是你现在 你妈妈也好 男朋友也好 她现在担心的是你 执迷不悟 因为这个 这个是容易上瘾的 人家说你长成这个明星的鼻子 那个鼻子 明星的眼睛 那个鼻子 明星的耳朵 组到你的脸上 未必好看 对 适合自己才最好看 是不是 我觉得你男朋友 你妈妈说的都挺好了 你真的挺漂亮的姑娘 你现在男朋友也认可你 原来的模样 也认可你现在的模样 她的担心 她的不放心 是不想让你受罪 这个东西越弄越乱 姑娘 你会执迷不悟 所以说你妈妈和你男朋友 让你悬崖乐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 我希望你能听听他们的话 你妈妈是真心实意的 姑娘 对妈妈一定好 你刚才说那句话 我特别伤心 就是因为你给我弄这些烟窝 让我这么胖 这是我女儿说这话 真是我当身眼泪能下 她舍得天天吃烟窝吗 未必舍得吃 给你吃还吃出仇来了 我觉得这话不应该说 是不是姑娘 是 妈对不起 我也是母亲 我也有个女儿跟你一样的 刚才你在台上 你现在好一点 我算不激动了 刚才我都想上来抽你 真的 刚才你又说了 我小时候你为什么去香港 你就别开没人管 我不瞒你说 我女儿从小就是没人管 但是现在非常优秀 我们俩 常年在外面演出 根本管不了 而且越到她考试的时候 越到她暑假 越到她春节的时候 我们越忙 管不了 但是并不是妈妈把你抛弃了 她只是是没办法 我想你妈妈今天看得到 我觉得对你 那绝对是一种爱啊 我是母亲 我能体会到啊 你刚才说这些话 可能你是气话 你年轻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 要讲究个笑 还有一个 我觉得美啊 刚才你妈妈说 自然美是最多 你的形象已经足够了 好多比你长难看的人 有的是 你现在后面要加强的 不是说去束身 去干嘛 自身的修养 增加信心 好吗 谢谢 这姑娘呢 你的这个整形的这个 做法 我觉得没什么 每个人都有处理 自己身体的权力 但是 有几个误区啊 一 全世界最好的 风轻大夫 绝对不可能是 德国大夫 西方人啊 需要风轻的不多 第二呢 我觉得整形 望里放东西 是可以的 得放在哪 望外取东西 也是可以的 取什么 望里放东西 最先进的技术 奥美定义的事件 在二十年前的 绝对是世界 最领先的水平 后来没查出来 女性 受多大 多大的罪啊 对吗 他们一定 现在已经被淘汰了呀 对呀 但是他二十年前 是最先进的呀 对吗 去魔 王贝怎么死 可是那也是 千万分之一的 领域吧 我没那么 没那么倒霉 没那么倒霉 对 但是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对于你 这两个爱人来说 就是 打工之板的在于狗 这一点你没法 适度 那么 最后一句话 林建议 像我一样 去了解整容 跟你的女朋友 去对话 用科学的道理 和良好的沟通 解开这个解 要不然 满蛋 前几天有个新闻 那个 一个男人 打官司 说自己女儿 太丑了 结果打赢了 赔了几十万 到的谁呢 到的他老婆 62万 我听了之后 很大门啊 很吃惊啊 后来我去找那照片 一看 嗨 他那老婆 整了几十次 结果生下 那个女儿 跟他老婆 完全不像 说是嫌女儿丑 没有父亲 嫌女儿丑的 他实际上 是在责怪 这个当老婆的 你整那么多次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最后 哎 有这一个官司 你应该在给他讲 妈妈喂小孩 小朋友死了 那也是真的 对 那是里面植入的 那个东西 就在哺乳的时候 你现在植入的 那个东西 很可能会影响 你的哺乳 这个是在医学上 是现在 基本上已经在 被重视的一点 然后你一直觉得 你自己 整得很漂亮 但我觉得你刚才 跟你妈说话 态度特别丑 你跟你妈态度 稍微温和一点点 几秒钟的事情 比你去 吃那么多苦 好太多了 全当好看 这张皮在外边 心里面有一个果 这个鬼叫什么 叫虚荣心 每个女孩 都有虚荣心 正常的 但是你这个虚荣心 过于强烈了 其实你整得 这么这么多 我个人觉得 你妆前妆后 差距更大 你还不化个妆呢 你吃那么多苦 何必呢 还有一点 女胃月积者 你变漂亮 究竟是为了取悦谁 你又想过这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是欣赏你 但不关心你 就好像那些 在街上看你广告 那些男人一样 他们欣赏你 根本不关心你 有人关心你 但不承担后果 只有什么人 是既欣赏你 又关心你 又承担后果 就是像你母亲这样子 你变漂亮也好 变强大也好 最后都是给你母亲看的 所以说 我建议你 修炼内心为主 修炼外表为主 好 谢谢 刚才陆老师说到那句古训 叫 视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现在这句话已经改了 叫 视为知己者装死 女为悦己者整容 每个人处理自己的身体 有自己的权利 但是整容这个东西 只能雪中送坛 不能锦上添花 你懂吗 如果一个人天生有残缺 去整容 恢复一个自信和正常的状态 我们是知识 一个单眼皮的女生 割成一个双眼皮 来赢得众人的赞誉 和自己对于生活的信心 我们也是赞同 但美没有止境 到底什么样才是美呢 少女时代有少女时代的美 中年妇女有中年妇女的美 老年妇女有老年妇女的美 每个时代的美都不一样 而且美丽的内容呢 也各不相等 容貌上的美丽 文化上的修养 道德上的善良 和你脑海当中的智慧 另外呢 我只想告诉你一点 一个女人美不美啊 不取决于你在别人的眼中美不美 而取决于在别人的心里 你美不美 如果你有一个较好的生思 但是我们内心却觉得你舒不可耐 那你这人是白整 谢谢 思思 我想问一个细节问题 你签这个手术的那个签字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手术的风险在哪 告诉了 然后他们会跟我说 这个手术 会在准备很充分的情况下去进行 可是也会有 说有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是失败的 对 如果那百分之二十降临到你的身上了 性命都没了 你母亲怎么办 我可以肯定地跟你说 你去整了 你母亲虽然哭着喊着说 别整别整 伺候你的人还是她 宽容你的人还是她 承担后果的人还是她 最后能跟你一起承担后果的 也就是你老母亲 其他还有谁 但是你愿意往那条路上去走 我们谁都拦不住你 谁拦得住你啊 现在就想问 整个目的是什么呀 这么一说 我觉得刚刚那个评文老师说得很对 或许我是真的 有一些被虚荣心带着跑 我现在正是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有虚荣心 真的有 刚才我跟你说虚荣心这下 我跟你分享一件事 我认识一个高富帅 他身边围满了各种各样的美女 最后他选了一个连蛮大的 眼睛是单眼皮的 长狭长型的一个眼睛的 我之前也就 录你 我认识的 那是什么 我侠还在裏子 侠就不幸 这一天 我的相对 你还能 belongs 才能够 叙迹 我 你 我 可能 那一一天 这一天 我 可以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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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到楼下的时候我看见新房灯在亮着 没有想到当我推开门的时候 看到她竟然和另外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在一起说笑 我当时整个人就傻掉了 怎么解释都没用 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我只在她一个人 我希望她能继续相信我 我没办法相信 我没办法相信 跟一个在一起十年的男人 竟然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十年的爱和一招的眼见 到底哪一个更重呢 观众朋友可以先思考一下 我们的屏幕下方现在已经打出了 一个微博互动和短信互动的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来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由杰丽雅为您提供的 千元的礼品大包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孩二十五岁来自南京 职业是室内设计学历本歌 女主人公小雪二十五岁来自河北 她的职业是活动策划学历是本歌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啊 小片当中你说你们认识十年了 是的 十五岁就认识了 对 可是一个南京一个河北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我当时是因为高考转到南京 哦 那你们等于是高中同学是吗 高中认识的 高中认识的 然后大学的时候相爱 但是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这小伙子哪吸引你啊 很腼腆和女儿说话就会脸红 给我一种很老实可靠的感觉 哦 怎么了 看到什么了 就不再信任了 这马上都要结婚了 那天晚上加班 加到很晚 然后跟同事就一起回家 顺路的就去我们婚房看一下 到了楼下就看到那个灯在亮着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 我说你看我男朋友多好 是大半夜的 肯定还在收拾屋子呢 哦 然后没有想到 我进到屋里面的时候 我看见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 喝酒说笑 那时候我都跟你解释过了吧 解释什么 我说他只是一个普通朋友 你非不听 什么朋友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朋友 你就一个普通的朋友 你怎么没告诉我 瞒着我干嘛 人家要走了 说要来看看我们的婚房 那后来怎么喝上酒了呢 就是因为他要走了 来不了我们两个婚礼 所以说就提出先庆祝一下 谁提出的 那女孩 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下楼买酒了 知道才喝了一点 他就来了 你把他带回家是对的 对吗 带回家也没什么不对啊 因为他之前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没干嘛呀 那如果我当天不去呢 乌男寡女的在我们的新房里 还是我们家的新房 就因为是我们的新房 我才把你领人家去的 我们的新房 你带别的女生回来 那你当时怎么跟你同去的女同事解释的呢 他看到这种情况 然后他就 找了一个借口就走了 人家也不傻 肯定 找了一个借口就走了 那那个喝酒的女孩呢 一样呢 人家也不傻 这场景多尴尬 你也知道尴尬 当时同事都在 你能让我 让人家怎么想 我都在父母面前 跟同事面前 有多好多好 没想到你竟然这样 骗我骗了十年 骗你十年 谁可以去骗你十年 一年两年可以十年 确实就这么点事 是吧姑娘 啊 就想 分手了 啊 他完全是跟我十年前认识的那个人 完全的不一样了 不是你也没说出他有什么变化来 我现在就不信任他 不是我唯一听到的就是他 带着一个女性朋友到家里喝了点酒 就因为这个就不信任他了 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别的事发生吗 我记得有一次 和别的男性朋友打电话 反正说帅哥 我看见一件衣服 特别适合你 嗯 我去给你买了吧 对你知道的呀 我真是爱说爱笑爱闹 我只是去拉了一下电话 拉了一下电话 一个打电话而已 他居然给我的耳光 打了半张点就走 你干嘛抢我电话 你干嘛摔我电话 他居然回头我转身就走 什么解释没有 还是我上去 跟他说的对不起 那是你灌他灌的 行这事解释开了就完了嘛 就不行了 过不去这坎了是吗 对就过不去这坎了 我心里就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好吗 只有我 为什么陌生女孩不跟我讲 不跟我说 我就觉得她只是一个朋友 没必要和你说 喝完酒可能就走了 以后就再也不见面了 只是朋友 来 我替你问啊 什么朋友啊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朋友 她认识多久呢 跟那女孩 就大概要有两个月吧 平常联系的特别少 联系的特别少 她干嘛要跟你喝酒呢 就是少嘛 所以说人家特别想 去看看我们的不法 联系过几回呀 这可以不说吗 你干嘛要瞒着我呀 姑娘别着急啊 小伙子 咱们在这就说实话 是不是 有点小心思的活动 但是确实没发生什么事 你跟我说实话 就觉得挺 挺活泼 挺漂亮的 你坦率地告诉我 这姑娘对你有意思 肯定是喜欢你的 你俩就是在搞暧昧 回答我的问题 她又和我说过 她又和我说过 说喜欢你 都有好感 这听得出来的嘛 今天说的都是真话吧 说完之后 是不是就轻松了 轻松了 对吧 你就不怕了嘛 对不对 就是我 我差点犯错误 结果真是 你回来的好 制止了我犯错 快犯错了 人家只是有点小波动 这个男人 再傻不会傻 打傻到带女孩 到自己的心房里面 去做这种事 不可能的事 有这么愚蠢的男人吗 一年级犯错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想发言 就到你们的发言时间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先说 傅老师 我想好好送 这个女孩说一说 生活当中 总是会出现一些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的事情 措手不起的东西 不可接受的东西 本身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你的态度 它到底是不是事实 你要搞清楚 另外 当出现 不可接受的事情的时候 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是自己 在漫长的岁月当中 是否客观地 去对待过对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这件事情确实是变了 这个人确实是变了 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 我认为是前一种 就是这十年来 你从来都是 以你的角度 你的个观 和你的态度 来对待男方 所以他 有怒不敢言 有心不敢说 如果说 你不是对他 像母老虎一样 他心里面 有那点小波动 他可以随时随地地 跟你聊 说 老婆 今天单位上 来了一个漂亮姑娘 挺漂亮的 人挺单纯的 说说 没关系 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说 我们待会就来了个帅哥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两人插科打婚 开个玩笑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一件事 但是你那种强烈的态度 让人家有怒不敢言 什么都不敢跟你说 所以到最后 就会变成什么情况 他的心事不跟你分享 他的心事 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 而且很有可能 再这样进行下去 他会跟另外一个女人 来诉苦 来分享你的 在生活当中的交昂跋扈 这就是你最后的悲哀 而且你还蒙在鼓里 你以为我的老公有多么的忠诚于我 夫妻之间中数之道 有中有数 但是我看不到你对他的宽容 你说呢 我就说到这里 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偶然 一定有他必然规律所在 图老师告诉你们的必然规律 这个必然规律就是 你太强了 你把这个你的爱人压制得太厉害了 我这么评价这两个年轻人 这女孩稍微有点强势 我没分析错的话 跟你一块喝酒告别的女孩 肯定特别温柔 性格特别温顺 是吧 对 你看真是生活就是这样 人容易有一个逆反的心理 没关键 小伙子 你的未婚妻 她是爱你的 所以她对你发火 那个喊叫啊 我认为你都应该理解她 因为这是爱 嗯 好吗 好 来当妈的人说几句吧 男孩那个事呢 肯定是对 回家了 真是没控制住 就跟自己老婆说了 姑娘你说你 如果是她老婆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我告诉你 她的夫人是怎么做的 说了一句话 我跟女儿 还有她 你自己选吧 都累了一天 睡觉吧 第二天 这个男人到了 单位来都快疯了 你知道吧 说我干嘛 跟我老婆说这个 一辈子的一个把柄 被抓住了 但是从那以后 她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了 有的时候 经常跟她笑谈 说你后悔 跟你夫人说这件事吗 她说不后悔 那是我们俩之间 独特的一种交流 和沟通的方式 即使你要去找 那个方式 我可以告诉你 现实生活也告诉我们 越是像你这样的 男人越容易波动 这十年 你有没有过波动 我印象朋友很多的 他都知道的 你都跟他说是吧 都跟他说 他都认识 那你 他不敢跟你说吗 他不敢跟你说吗 做人要将心比心吗 诶 凭什么你能有 走得那么近的男性朋友 按你的尺度是什么呢 错不错的尺度 全在自己心里去拿捏 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他 你可以就为 这么一点点事情说 我跟你分开 那是你的选择 痛就痛一段 每个人都能过去 不可怕 可是值吗 自己想想吧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啊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就认识了 大学的时候 我们相爱了 大学的时候 我们走过很多 很多的地方 那个时候 你对我的好 我也知道 冬天你给我打毛衣 还记得那次 看见一对老人吗 你跟我说 希望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 你掺着我 我扶着你 我并不希望 我们十年 就为了这一个女孩 不想 可以原谅我们 十年了 给我都好 我都记得 给我送饭 有病了 你给我送药 我会吵架 你对我的包容 都记得 可是这次 出了这一桩事 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我如果结了 我过不去 这个坑 我不结 我放不下感情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下一个再找的时候 你能确保 比这一个老实 我只要他什么都告诉我 不管发生 什么事都要告诉我 都不许蛮我 人家不都告诉你了吗 今天 人家都没蛮你啊 他确实什么都没说谎啊 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呀 当时告诉你什么呀 认识那个女孩之前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 回去吧小伙子 你就是因为太这样了 所以他就太那样了 请问 你也请 来请关门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了这个 这期节目之后 你们是愿意做一个 管理和驾驭对方的人 还是愿意做一个 用爱 让对方主动顺从你的人 前者选反对 后者选赞成 来请选择 结果让我也很错愕 在这个现场 还有那么多的人 愿意去强制管理别人 我们说啊 爱情当中千万别这样 一旦失去了平衡和平等 结果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么点小事 就这样 一起数五个数吧 看看这点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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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勿祥勿啊 哎 不是过不去吧 再原谅他一次 你以前原谅过他多少次 没有 他以前原谅你过多少次 太多次了吧 是不是 你对他那么凶他都原谅你了 所以以后记住 别叫很大的鸡 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 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钻戒 哎呦 老婆家 别急别急 啊一会儿很浪漫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求婚的时刻 来请见证 老婆再嫁给我一次 我愿意 哼 提亮灯吧 拿着吧 说实话 你压根就没打算走吧 你压根就是来修理人家的是吧 是不是这意思 是 在朋友面前把面子找回来是吧 回去吧 祝幸福 走吧 走吧 哎 爱的这么有阴谋诡计干嘛呢 踏踏实实的爱该多好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 杰利亚爱情保鲜机 爱情是需要 志气的 没有志气的 不是爱 而是依赖 在爱情里面 两个人要相互的依靠 而不要单方面的依赖 就有机会获得由杰利亚提供的千元的大礼包 谢谢大家收看 并且陪伴了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